花蓮市慈爱基金长期以来备受各界青睐 只要是想帮助弱势族群 急难救助的善心大众 都会透过花蓮市公所来捐赠爱心 而从地震之后呢 很多人更担心这些弱势族群的生活 会变得雪上加霜 因此也陆续和市公所来联系 希望用实质行动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市长 魏嘉燕也感谢各界慷慨解囊 逐一颁证感谢状给这些捐款人士 感谢大家一起来爱花蓮 花蓮发生零四零三大地震以来 很多人担心原本困苦的弱势族群生活会更困难 因而陆续和市公所联系 希望用实质行动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我们花蓮这次带人顺势的严重 所以说我出色的爱心 这没有什么味道 看到花蓮市现在的居民 有一点苦难之中 我们兄弟今天所 所捐证都是我兄弟姐妹 共同合资 一点小意识来帮忙花蓮市的灾民而已 你想要帮助 那个地震的灾民 我是比较想这样 一些弱势的 对 看你们怎么要应用 谁都你们的意识 就是相信市公所就对了 市长魏嘉燕感谢各界慷慨解囊 也逐一颁赠感谢状给这些善心人士 魏嘉燕表示 这段日子以来 花蓮市慈爱基金陆续收到许多善款 都是企业、社团、民间单位 还有善心人士的爱心捐助 替原本就困苦的清寒家庭送上温暖 还相信有社会大众的善心 花蓮的光明会及早到来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